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进入第三天 台湾青年除了体验当地的文化 也拜访桥界 透过侨胞们了解更多美国生活的文化 台湾青年海外搭桥计划 在洛杉矶进入第三天行程 14位台湾大专青年前往参观盖地博物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并拜访洛杉矶台湾会馆 台美商会和旅馆同一工会 团圆借由旅外人事经验分享 听取桥界的意见 从前辈的经验中受益良多 增进获选学员们对海外生活的认识 桥委会第一次在美国办这个活动 我们觉得说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 然后以往是美国派很多人到台湾去教英文 那现在能够台湾的学者来到这边来访问 我们很乐意欢迎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到这边来看看 桥界方面来帮政府做很多的这个事情 希望说到美国来看看我们美国的主流社会 有很多的那个可以值得借鉴的东西 回到台湾能够发挥所长 把这个东西介绍到台湾 影响到周边的人 商会很多大佬都很热情来接待他们 而且我们这些学员他们也都很好奇 他们每个人几乎大概有大多数人 都提出他们想知道的事情 然后我们商会的大佬因为都是很有经验 我们也对他们的那个疑问 我们都给他们很详细的回答 甚至我们也愿意说因为短短的会谈 也不能够说完全来解答他们所需要的疑问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的参还增加了解 离开以后继续在共美联络 因为商会本身就是一个服务的平台 桥委会订定海外搭桥计划 选送18到30岁国内优秀在学青年 以中低收入家庭青年优先考量 于暑假期间前往北美及澳洲等 12个地点的华侨文教服务中心见习 访问桥团组织及参与海外桥社活动 以了解政府驻外机构文化及桥物等 涉外事务实际的运作 建立台湾青年和海外桥界的桥梁 洛杉矶地区搭桥计划 共有14位台湾大专青年参加 为期7天 透过亲身体验 深入了解桥包海外奋斗的成功经验 增进多元文化交流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